照期在过年前,结访的妇女总是会聚在一起蒸年糕,因为年糕是年节的必备甜点。 朝团避风社区也特地举办了一场做年糕的活动。 社区居民忙进忙出,大家互相分工,而现场也有老师傅亲手制作,让大家尝尝传统年糕的好滋味。 一大早避风社区的活动中心,社区民众忙进忙出,一会儿将米浆打散做成龟齿,一会儿又将龟齿放到黑糖水中翻煮搅拌,最后更拿出了大型电钻搅拌定型。 社区民众有说有笑非常热闹。 在我们社区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志工老师,他很爱币家有的没的,结果他在几年跟我说,你居住我们可以来个年糕吗? 我们担当一场时,近年很多阿公阿嬷很高兴,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个年糕以外,也很久很久没有经常吃到这年,好吃的年糕。 在社区居民以及志工的建议下,避风社区承接起葛笛桂古早味的传承,也让年轻一辈吃到早期笛桂的风味。 我们万说扮这种活动,可以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,所以我们有很多年轻的技工,自己在学习,把这个活动可以继续把传承,把它拖开,让我们这个技术不要失败。 社区活动凝聚了居民的向心,一场葛笛桂,将社区民传承, 传承的心细在一起,不仅让大家品尝到老师傅的手艺,同时也将古早风味的葛笛桂传承给下一代。 我觉得自己学习的时候有一技之长,学习的时候要回馈的地方也是很好。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,他们的手艺都很听他的话,不过那些话都不听我的话,一直走到外面。 不过,阿公阿嬷都会很有耐心帮我教,我觉得我也学到这个,很高兴。 好Q,有那个古早的味道,我们社区的志工妈妈,她就是把它这个, 那个古花把它传承下来,这样那个顶柜很Q的,很好吃,有那个古早味,还有有厚头香的气味,很好吃。 草屯避风社区生产稻米,经由不同的加工呈现出不同的米食文化特色。 社区希望将葛笛桂这个传统记忆传承下去,让年轻一代还能享受到甜滋滋的古早风味。